麥蒂一瓶一千 育種不足惜 他二十年中種出LV水梨 水都噴出來了 有沒有 你看 裡面肉怎麼好白啊 一口咬下水梨 清脆聲就說明了爽口甜度 五百塊 有 有耶 好吃 一顆粽一公斤以上 有高階梨LV支撐的 寶島甘露梨 是由苗栗佐蘭 75歲梨農劉生泉所研發 然而為了甜莓果實 巨無霸超甜甘露梨 他可說耗費精力財力 好的越大越好 地質比較好吃 現在顏色不是很重要 一個品種研發 最起碼最起碼 都要經過二十年 人生可說是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砸在上頭 使著一個秋日午後 記者沿著苗55線道 來到劉生泉的果園 這大片的山谷農地 都是他的 我本來是在開機車行的 我的形象不是很好 看不好 醫生跟我講 你這可能是壓力 太大的關係 為了保養身體 劉生泉在二十年前 從汽車引擎保修廠退休 隔壁這個 大概百分之一 買了一千多萬 跟鄰居一路到這兒 買了地 鬼影山林 過著閒雲也喝的日子 做了大概三個月 就是連吃藥都沒有吃 自然就好 因當地盛產水梨 他也投入水梨種植 沒想到竟晚出興趣 他看到台灣水梨多來自國外品種 讓他發想研發新的本土梨 我二十幾年前我就有這個 就開始育種 後面這都是新的品種 就是我自己認為 來個育種好吃 我就趁著自己 第二年我就是去黨街高街 密密麻麻手抄寫本 詮釋過去心血結晶 你看這個幾月幾日 可以的中的果實大的 然後他這個心很大 當時還是921鎮後五年 房地產鎮鋒谷底 為了研發及生活費 他賠售兩甲地才600萬元 一瓶1000多元 看看周圍農舍狂鈣一瓶 已經漲到3萬元 相差30倍 劉盛泉把舍的六分地 做栽培試驗場 令五分地種水梨 沒有 每一個芽都成功啊 在看天氣 有時候成果率可以到 百分之九十幾 有時候大概不到百分之十 背後卻沒有單位 及農業機構支持 他從1997年開始研發 寶島甘露梨 期間試驗超過1000個 後代品種 2014年成功研發申請專利 2017年獲得認證專利權 甘露梨是發表是大概103年 但是很早就有了 終於培育出全台第一顆本土種 精品水梨寶島甘露梨 劉盛泉還透露 這原本是被淘汰的品種 高好有其他農友認為很好吃 只要再多花點時間熟成 才把它救回 劉盛泉憑著一股傻勁 賦予淘汰水梨新生命 改造為保水度甜分高 果心超小 可食率超過90%的LV水梨 最高等級兩粒藥價上千元 成為台灣之光 當之無愧 除非你很大的毅力 或者是你很大的想法 不然一個研發 不可能這麼輕易就成功